好 那我们再跟老师介绍一下这个一幕话题 请问平常老师简报里面有一支笔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但是你的资料会是有在简报里面 不会对不对 那怎么办 就让他去吧 那一首英文歌 雷碧 因为我们的游标就这么小一支 所以你要让人家看清楚不容易 那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个 我觉得大家用起来比较容易就是前面这两个 刚刚我跟老师介绍就是我平常其实是用Lunit 这个比较多 但是就是他计快物件方便一点 不计快物件就觉得比较不是那么好用 那您可以用这个EpiPen 这个的话您看 您可以用安装的也可以用美安装的 像我这边已经有安装完了 版案都不大 也有美安装的版本 也有美安装版本 我现在就把这个美安装版拿出来用 这里有一个程式 直接执行就可以了 有没有出来了 一家 这种是可爱型的 所以呢 看了就觉得可爱了嘛 对不对 就不用再讲了 好 那你打开之后呢 如果您是暂时出现 其实这就像我一般看正宗节目 或财经节目一样嘛 可是他们的面板是可以触控的 我们不行的话怎么办 自己来 好 它有两种笔 一个是实心的笔 一个是荧光笔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个 那你就看你要的颜色是哪一个 好 我们就在这里画一下啦 就这么简单 粗细 自己选择一下 有没有这样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画错了 橡皮沙里加 点掉就好了 那么它我最喜欢的是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 我们平常如果进入绘笔模式之后 不管你是在笔还是那个 你会发现 请问这个时候网页可不可以操作 我会不会点下去 不行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换成滑鼠就好了 有没有可以继续操作了 但是重点是什么 笔记是留在上面 这很重要 不是因为你走过 必留下痕迹 那个才重要 而是因为 有些时候我们画面要切换一下 可是我不想要重新再画 跟我们写版书一样嘛 那如果说暂时你想要把这笔记可不可以藏起来 可以的 眼睛关掉 就好了 眼睛打开 有没有回来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 比如说你给同学看影片 那我们希望他注意到重点在哪里 你可以先框好啊 对不对 告诉他重点在哪边 那这个工具是不是就这样就很简单可以使用了 所以应该是还蛮不错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画面就直接拍照起来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存成一个档案 所以改作业也可以这样 退键 哪里不OK 商登役 而且都有存长做记录 所以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当然如果您刚刚看到的 上一步下一步 你刚刚笔记有没有可以 还可以继续还原 因为有时候弄错了嘛 你可以上一步下一步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一支橡皮擦 预设是只有一次擦一个 如果你在画面上已经很乱了 其实怎么办呢 有没有一个垃圾桶 就直接全部拿掉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就这么简单 这个城市你要离开就从这里 有没有一个人离开 这样就结束了 而且档案最重要的是 这些档案都很小 重点是你给我钱我都不能收 这才是很痛苦的地方 我介绍很多都是那我不能收钱的 因为这些都是网路上的 都是免费的 这样OK 好这是第一套 然后我们可以收到 然后我们搭上